《小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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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问她病史 她的妹妹 12岁发病 你看这就坏了 你看这就好一些 缺学的话它不可能是这边好的 要毕业了 接到通知 说要我去留书 到北京 这个 在留书预备班 我们来了四个同学 一起在那学习 就是两个学期 他们被我安排到去留书 是学 航海医学 当时我这种专业我不愿意去 我是很羡慕 当医生的 在农村中 中医大夫 也很受尊重 这个学医 我觉得也是好事 但我学什么医 那时候是 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到协和开始 到内科 张向前九人来接待我们 后来 把我分辨到神经科 就这样我就到神经科了 那是一个一星闪耀的年代 此时的北京协和医院中 众多大师 正以开拓者的姿态 勾画着新中国现代医学的版图 尝试独立完成一个个 新兴分支学科的建设 这其中就包括在当时 国人认知中 尚属罕见的神经疾病 因发病病因不明 症状复杂多变 病造难以定位 而让医者倍感头痛 郭玉璞正是在此时 追随恩师许英逵 踏入了一个全新 而艰难的领域 就是提供的 我们这些人 有需要的 优优优独立 想要一个温暖的 遥 深居 优优独立 无论 对 就 画完了以后 这个图和标本摆在橱窗 留着下一节的大夫来学习用 所以我们这个学期下完了以后 就近百张脑子标本的图都画好了 我就觉得很有兴趣 生活很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通过大量病理尸检 中国医者开始不断打开认知边界 去探索疾病真相 寻求治疗方案 但由于大脑的结构复杂 一旦涉及神经疾病 仅在鉴别诊断一项 就常让医者始步不前 很快 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神经科 用于辅助诊断的中国首个临床脑电图示 和神经病理实验室相继建立 不管什么临床检查 病理病变是基础 切开脑子以后是什么情况 是肿瘤是血管 还是坏死还是发炎 就明确了 所以对这个定性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胡正祥呢 是病理科主任老教授了 说你别去神经科了 我给你一间房子 你带我当教授 他说我临床带我 我只能不做临床啊 自己还是回来科里 开始还是 他也很喜欢我 他一起切脑子 首先就一样打电话 要我们那个事务员 去教科带我来 看我切脑子 教他们病理的时候 也是手把手的教 我们北京很多大医院的 包括与部的一些教授 都是许教授的学生 许教授是非常严厉的 很多病理在国际上都是经典 波大夫总说跟他学习的非常多 他特别崇拜许教授 在中国只有协和的神经科 是自己做脑病理的 因为所有的地步都是病理科做 我们又自己做神经科 又自己做病理 我们对这个疾病的本质认识的更多 老先生为这个付出的心血 也非常非常多 老先生的办公室 你看那一排柜子 满满的柜子里都是福尔玛丽 都是百分之福尔玛丽 发泡的脑子 那都是他的宝 在科室主任许英逵 以及副主任冯应坤的带领下 年轻的郭玉璞经历着 感受着 他肘肘肘满志 一心飞扬 然而一转身 他却又常常因患者 得不到明确诊断 而痛苦不已 我们冯教授在六十年代就开始跟我们讲官 北京市有一个僵士三兄弟 这三兄弟呢 十几岁得病 记忆的一踏 学习成绩下降 头晕 发作性癫尖 发作性的肢体污吏 脑血管病 最后到十八九岁的时候 变成痴呆 究竟加重 痴呆不能学习 最后死了 这三兄弟都死在我们医院 这个老二 是七零年十月 死在我们医院 给他做了尸检 病理科就带教授 我看了以后 说这是脑血管病 我说不是 我这病临床不像 他的平常有六层了 他是三四五层神经细胞坏变 一二层是好的 五六层是好的 所以这样一个结果 就不同了 所以我一个诊断是 是家族性 或者遗传性的 这个多造秀的脑血管罩 或者是脑血管病 原因代查 可是这问题 没解决问题 此时 医学家们发现 仅通过尸检 提供的病理标本 并不能找到 所有问题的答案 1993年吧 这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一年半 我在那练的照相机 1978年3月31日 86岁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演讲 号召老中青三代科学工作者 打破成规 披荆斩棘 迎来思想上的解放 这一年 郭玉普五十岁 当得知国外有病理活检技术时 他立刻感知到了自己的史密 佛恩坤教授 80年去澳大利亚去访问 给我安排两个地方去学习 一个是西尼大学 麦克拉德这个实验室 一个是西尔大学 卡古拉斯那个神经病的实验室 一定去一年半 他回后都问我去不去 我说当然去了 我们还没能打报告呢 那边邀请先生来了 所以很快院里批准了 我就说81年就去了 这个教授非常好 他说你呀 照片子可以 你不用花钱 我给你报销 但是有个条件 你得给我留一份 上百例的病例我就带回来 一年半以后 我又到思尼大学 学了肌肉活检和周心活检 这是我们当时没有开展的 给我的工作不是进修生的待遇 不是一年什么一两千块钱 而是年薪两万多块钱 回来以前呢 我就想我这钱留着干嘛 所以我就把悉尼大学实验室的所有的设备 照相机啊 发扬机啊 什么切片啊 这些全套给我丢了两个箱子 那挺大的箱子 全带回来 我把我们实验室就装备起来 莫大夫他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 就在他心里呢 就是装着病人 病理的这个技术 其实我们也是 后来才知道这设备是他出钱买的 可能想都没想到我这些钱 我自己用点什么 他很call 对自己很call 就很多人说协和的老教授们 就是一要开会了 一要需要形象的时候就 然后西装领带呀很像样 鞋也很像样 但那些几十块钱 他那个衬衫很像样很像样 也就几十块钱 自己不在以前 也不随便落花钱 总给小医生们发钱 还是为了病人 我特能理解他 他总希望用这个来解决临床的问题 郭玉璞带回国的 不仅仅是先进的设备仪器 更有开阔的视野和最新的理念 在澳洲工作室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线粒体脑机病 这让他迅速联想到了 江氏三兄弟 然而过去的事件 缺乏线粒体证据 无法证明 郭玉璞始终心存疑虑 难以释怀 法国是个专家 他报道一个线粒体脑机病 他的事件以后 诊断叫玛伊拉斯 我从那回来以后 就找出材料 然后反复看 反复看越看越像 但是缺乏线粒体证据 线粒体证据 本身是身体里面的一个 产生能量的一个很小的细胞器 九三年初 这三兄弟的姐姐的孩子来看病 脑电图检查以后 他们告诉我 他说三兄弟的姐姐 他的外甥 跟他三个舅舅 类似的兵 转给你看看 我一看非常像 所以我就动用他住院 来进步检查 因为他的母亲 他看到他的三个弟弟死在心河医院 不愿意住院 那我动用他 我说这样的 我要给你穿刺吧 取个肌肉 就取了肌肉以后 做到电竞检查 证明线粒体病 70年到93年 这二十多年了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郭玉璞还清楚地记得 多年前 那场关于线粒体脑疾病的讨论 在江市三兄弟外省就诊后 时隔一年 又有一位相似的年轻病人前来 那次的大茶房 大家的争论尤为激励 这一位相似的年轻病人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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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痴呆的就开始去治疗 在郭玉璞的带领下 神经活检和肌肉活检 很快就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神经病理实验室 开展起来 一个个曾经营绕在他心中的谜团 渐渐清晰 他总说病人来找医生呢 其实我们的医生能做的是有限的 然后我们要尽量把我们知道的 跟病人讲清楚 他对病人永远是态度非常非常好 我们那会跟着他出门诊吧 就是协和医院的门诊 周一晚上挑灯夜站的就是郭大夫 本来是让挂上午半天的号 但是他从他早上从八点半开始 一定要看到晚上八点半 有的时候神经科医生需要病人脱了鞋袜 有的病人的脚各种各样状态都有 但是老先生如果那个病人摸着手很凉 他会用手握着那个病人的脚 然后跟那个病人聊病室 早来晚走 进到办公室 就坐在他那显微镜之前 每天看片子 都不忍心去打扰 他就全身关注 他记忆力非常好 就是每当看到一个病人 他马上想起来 我们在多少年前 受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直到九十岁 郭玉璞都不曾离开协和 离开他热爱的工作 他用一生 学着敬仰的施者 化身为邪和人 奉守着严谨 求精 勤奋 奉献的信念 将一切为了病人的理念 代代相传 如今 他决定将毕生积攒的病例 匯编成策 已溃来者 懂病理和不懂病理 是 这个差别很大 所以我现在正把过去的 这个我们的病理材料 整理个病例 再加上病理材料 准备写一本汇变 其实有很多疾病的诊断 最终的确诊是靠病理的 他总是在积累 学习 再学习 就这条路上一直不停息 这个医生做的工作是实践科学 最重要就是学习 病理 虽然是一个古老科学 看来好像成就 但对临床还是很有帮助的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